两集的量呢 讲我们一句广告词 我们这句广告词 大家都听了无数遍了 叫历史没有真相 只残存一个道理 我们为什么节目都播出快一年了 我才讲这句广告词呢 是因为我最近碰见一事 这事就是我在山东卫视的 做的一个节目 我是先生 跟北大的一个历史系的教授 赵东梅老师呢 有一段这个辩论 过去证史的人都是通过史书 史籍来证史 那么百年以来的考古学呢 导致我们通过文物来证史 我讲一个所有的同学 都能听得懂的道理啊 司马光打破纲的这个故事 在中国俯如皆知 是不是历史的真实 司马光砸纲的故事 最早的记载 大概应该是在《莫庄漫路》里面 当时就有人把这个司马光砸纲的故事 画成了画 所以根据所有这些 我看到的资料 我觉得司马光砸纲的故事 应当是真实发生过的 行 那我现在问细节了 司马光用什么砸的纲 石头 你确定是石头吗 他怎么不会用锄头 怎么不会用砖头 你怎么能确定它是石头呢 证据 在这其实我觉得 马同学可能走得就有点 有点太靠前了 我没有 我现在在反证 就是说历史你很难趋于真相 我可以跟您说 这个证据不证明它发生过 可以从证据学角度说 司马光打破的是什么 是钢 对不对 在宋代 阉人的大钢 那么大尺寸 烧不出来 今天在全中国的文物系统中 找不到那么大的钢 是宋代的 因为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掉下去 那个钢直径至少要一米多 对 我们后来才有技术烧大钢 马同学在这方面是专家 我们一般的学者和老师呢 都愿意告诉你历史的真相 他老说历史有真相 或者趋于真相 我倒认为呢 历史更多的应该告诉学生 是一个道理 而不是真相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历史的真相 你很难知道 所以我就说 这么多历史学家 这么多教授 谁教育你 都不如三国演义的这开头 如果我们说 只给你拔个字 让你把中国的历史讲一遍 你怎么讲呢 你讲不出来 三国演义讲了 叫天下大事 叫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这十二个字 前面那四个不算 叫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就是中国的历史 我想这就是一个道理 他把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 那我们讲起 我们史学的老师讲起来 就没那么简单 他不能高度的概括 对吧 他拼命的想告诉你历史的真相 怎么来这个真相呢 就是读书 他认为我读的书 比别人多 我从历史上一点一滴的 知道一些告诉你历史的真相 比如我在电视上就看到 那个教授有这样的节目 这节目很有意思 他有一告片 一告片这么说 某某某学者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 这学者很有意思 这学者 他怎么能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呢 2000年前的事 他老婆昨天背着他干的那事 他都搞不清楚 他怎么能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呢 所以我就说了 没有人有能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曹操 同理 我们对历史上 不管是历史的事件 还是历史的人物 他一定有记载不真实的地方 我那天说的是什么事呢 就说司马光砸钢这事 司马光砸钢 过去有个相声说司马光砸钢 司马光砸钢 说不清楚 那么司马光砸钢这个故事呢 在中国是俘如皆知 没人不知道 司马光太聪明了 在紧急情况下砸钢就有人 那么老师呢 比如赵东梅老师说 他研究司马光很多年了 也在百家讲堂讲过司马光 然后我就问他 我就说呢 那司马光砸钢这事 是不是个真事 他说是真事 为什么是真事呢 因为史记上有记载嘛 宋史正史中有记载 司马光传上就有 光生七岁 岭然如成人 这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司马光七岁的时候 岭然啊 像个大人 像个成人 那么 群而戏于庭 就是一大堆孩子 在这个院子里玩耍 一而登瓮 足跌墨水中 众皆弃之 光迟时机瓮破之 水泵而得救 史记上记载 有好多好多问题 第一啊 他记载的是瓮 不是钢 所以我就问 司马光时期 我就问 这个赵老师啊 我就说司马光时期有钢呢 能烧钢呢 他就一愣 因为他说 他不是搞器物学的啊 所以就不是很清楚 我说那时候 宋代烧不了这么大的钢 我说的是钢 不是瓮啊 你知道 瓮这个东西比钢好烧 所以中国战国到汉时期的大瓮 比比皆是 那为什么钢不好烧 瓮好烧呢 它跟这个陶瓷的英力 有直接关系 瓮是收口 烧造的时候 英力不得释放 所以他还能保持这个造型 如果是个敞口的 英力一释放 尤其用陶土烧 就我们说的陶钢 它就会开裂 或者变形 烧不成 这是器物学的一个道理 我们不能更深的讲啊 陶器和瓷器有什么区别 我们常见的水钢 既不是陶瓷 既不是陶器 也不是瓷器 是一种叫石器的 一种特出的瓷器 而烧造这种瓷器 需要极高的温度 当时是达不到这个温度的 所以早期烧不出来 那么瓷钢啊 就是这种瓷钢 这种样子的瓷钢 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明以后才开始有的 明以后烧造瓷钢 费了大劲了 宫廷为烧造瓷钢 伤透了脑筋 我们明朝啊 到了明中的时候 比如正统 这个景泰天顺年间 烧造的龙钢全部都打碎 在景泰天有出土 今天你看到的那大钢 全是拼接的 但尺寸不足以淹死 七岁的孩子 七岁的孩子有多高啊 七岁的孩子 今天大概在一米二左右 有的现在孩子长得还高 我们古代即便营养不好 那可以减十公分 一米一 但现在我们能看到 早期的钢 深度超过90公分的 几乎不见 那些头还缺二十公分 对吧 那我们只好想象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第一 有没有可能淹死它 瓮是肯定有可能的 比如它倒栽葱进去的 一而登瓮 肯定是脚踩着这个瓮的边缘上 脚一滑进去的 理论上讲呢 它不可能倒栽葱进去 但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残存的这个道理 我们先说啊 就是一般的观众可能对这个史书不是很了解 我们史书都是后修 尤其唐以后都是官修 宋史什么时候修的呢 是元朝修的 元朝修史一开始 皇帝老不满意 所以就拖拖拉拉拖拖拉拉 一直到元末拖拖主编的这个宋史才算问世 这时候是哪年呢 是治政年间 是1345年 司马光出生于北宋史期 司马光七岁时间 距离这1345年 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 三百多年前的事 宋史修的时候是写进史册 我们今天说这个事实如果是真实的 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写的东西 可以证明清代所有的事情都是真实的 这个距离是非常长的 所以史书上的记载不一定准确 这个事情不一定发生 或者说这个事情有发生 但不一定是发生在司马光身上 发生在别人身上 移植到司马光身上 那为什么要移植到司马光身上呢 是因为司马光在历史上正面评价非常高 所以对他来说有极大的异美之词 你比如说七岁岭然如成人 这就是异美之词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七岁的孩子 说这孩子跟小大人似的 说话竟说大人话 但是只是你一个短暂的感觉 如果你跟这个孩子 按照成年人那么去聊天 这孩子肯定不能应付 我想古代依然是这样 说凛然如成人 也就是说他比一般的孩子早熟一点 但他完全不可能是个成人 对吧 比如我们古代对司马光有很多故事 比如景枕的故事 我很早以前都写过文 说司马光由于编资质通鉴 极为珍惜时间 睡景枕 什么叫景枕呢 就是结一结圆木 圆的木头 两头坠一灵的 躺在上面如果睡久了 沉睡过去 一动啊 铃铛一响就醒了 醒了赶紧看书 编书 所以珍惜时间 这些故事到底有没有我吗 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说明一个道理 说明司马光珍惜时光 那么司马光砸钢这个故事 要说明什么道理呢 说明司马光从小就有那种逆向思维 我们都是顺向的思维 对不对 人掉在钢里 那小漫把它捞出来 但司马光看捞不出来 那我把钢打破 在生命和财产之间选择生命 所以它是个逆向思维 比如我们史籍啊 把人呢 就归为有正传啊 你比如司马光这都正传 有奸臣传 你想你只要归为奸臣 这人就不是好人 所以他一定要脸谱化 正传的人啊 好人都是把优良的品质堆上去 这个坏人呢 是把坏事堆上去 也证明这个人是坏 比如我们 这个 唐朝的酷吏 来俊臣 看过电视剧 大家都知道 周星来俊臣 那